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司機金的約 古壇司見 我是司機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當然是司老闆 司老闆先生 司老闆你好 你好 旁邊亦有David 我們今個禮拜再次見面 大家好 上個禮拜節目內容很精彩 亦可以說給我伏志兩位 因為上個禮拜比較少評論或分析 是在特朗普開記者招待會之前 認為股市沒有問題 星期一立即彈八百點 我看到YouTube看的朋友 都稱讚師先生你神機妙算 先問問師先生 我知道好得都是滿倉了 賣股票都創新高大 師先生 現在的情況和你預料似乎都是類似 但短線都猜中了 會否中線有些不同的看法 其實我當時只是判斷 特朗普雖然延遲利息 但他即時能夠做的事不多 人們說不准中國用Sweet系統 用來做美元的匯款、結算 這些破壞力太大 影響其他一向購買大陸產品的國家 包括美國在來 如果大陸的產品 因為外匯結算沒有出口 全世界很多生活上的問題 生產上的問題 都可能斷懶 你會逼那些人自己偷偷地和大陸成交 會造就了一個Sweet系統以外 另一個外匯記獎系統 對美國是不利的 所以我認為這些措施是不會出的 不會第一時間 令香港無法當金融中心 但長遠 美國會否制約中國 我認為是一路一路制約的 制約多少 是看他部署得怎樣 如果他部署到自己受傷 少一點的時候 就會逼你一步 部署好又逼你一步 劃遲劃早 在香港要扮演一個特殊功能 來補大陸的體制不足 就會沒有那麼容易 當然中國自己 或者香港自己 都想繼續扮演某些角色 我們作為金融中心 以前都不是因為別人的特殊優惠 我們成為金融中心 我們都是因為有一個產權的好保障 我們有以普通法為基礎的法治 我們的外匯自由 這些我們如果保得住的話 還有很多人用香港做金融中心 所以我認為美國會繼續收緊 香港盡量想扮演自己的角色 看看我們扮演的角色 扮得好不好 但難度一定會增加 所以不會說以後一帆風順 以後過多一輪 可能又會有些新的 美國有些舉措來難你 譬如資金來香港投資 大陸的資金可能繼續下來 因為美國的資金可能會受到多些制約 你在香港 來香港上市 不是靠香港的錢去買國 買內地來上市的股票 還要外資 還要外資 最好在大陸來港 做多些外資來買 我知道以前的大陸公司 來香港上市 都要幫兄弟 餐廠 那些友好公司都要來餐廠 但經常靠自己有餐廠 沒有賺到資金 所以這些製造了很多難題 給美國的投資基金、退休基金 教師基金、公務員的退休基金 如果難就難 香港的責資能力的確會減少 所以不要說以後是甚麼都搞定 但是你說 如果你在香港買了一些大陸股票 是會升的 公司盈利會增長的 在國際市場的戰友率會上升的 資本就未必客客聽政治領袖 最重要是有錢賺 有錢賺,偷偷地都要去 所以很重要的 一個就是中國也要自己改革提升 令到公司上市的公司 不是靠壓錢 而是靠生意做得好 市場做得大 運作、營運效益 資本界,公司也一樣有人投資 所以很多互動 各種力量也會來 而負面的因素 我認為市場仍然會出現 所以市場會波動 施生似乎你認為,中線還是要謹慎,或靠自己 以我所知,施基金創出新高 香港情況不太差,所以全倉持有 列口又補了,甚至升穿列口 操盤方面,有甚麼改動或更加進取? 近期香港情況,大家很害怕,暫時緩和一下 施生說得不錯,短線,由於美國有很多利益已經在香港 短時間後,做一些成本不太高的方法 未來看長一點,都會有波折 短線,整體環球市場 反而看得越來越樂觀 尤其是近期,其中一個觀測 黃金和美金的走勢 其實都應該令大家看回 美金很弱 美金我們看的是DXY DXY,由之前高位差不多102左右 跌至我們剛才拍片,現在的時間交了錄 代表甚麼呢? 美金在這段時間轉弱 對於投資者來說,最重要的影響是甚麼呢? 由於美金開始轉弱 錢就會在國際之間,由美國市場流到其他地方 尤其是新興市場 每次,錢來到新興市場 例如港股也好,A股也好 前往新興市場,1700多 但這段時間,回到1700多 其實背後的圖像是一樣的 這段時間,人們避險的情緒就開始緩和 因為之前,疫情又好 美國又熔斷了幾次 大家就很害怕 但你見到這段時間,整個市場氣氛 信心是回復 雖然這個星期,好像大家打了1800點左右 但我覺得背後,整個環境變化了 所以我覺得整體,我們會看好一點 其實港股,落後美股很多 美股都差不多,快要創新高 納指就快要創新高 刀中,已經2萬6千多 他們都很多舊經濟 我們香港現在所謂彈一彈 其實都是嚴寬四處 你看到這段時間,美國疫情未曾消退得很快 另外美國又出現種族矛盾 又有動亂,差不多要出動軍隊 戒然,已經戒然了幾天 照計,不是太好消息 但股價都升,失業率亦比預期中高 創品力士升高 消息這麼多情況,竟然升 市場對壞消息都不是很敏感 可能還會升一段 美國想問,有不少朋友或投資者都問過 如何看待美國在大選前 會否特朗普有些特別奇招出現 現在非常混亂 你猜他會否更加進取 例如更加壓迫中國,影響別人的視線 還是你覺得這麼差的情況 可能會收斂一點 就專注國內的情況 我自己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最近美國的國防部長 和總統唱對台戲 總統是山軍總司令 他的上司作為軍人 一向受培訓,就是要服從上級領導 沒有理由在政治上表態 通常軍人在政治上不表態 我執行命令,你有什麼事找我老闆 老闆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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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特朗普最真人跟他唱對台戲 有少少不相信他的意義 You are fired 真是想破炒嗎 這次沒有他 我覺得他應該是 美國,起碼是共和黨黨內 鷹派和鴿派的較量過程中 現在鴿派應該是贏出的 特朗普最初打算 這班人又搶劫,又有組織 又反法西斯 又愛國勢力 他有很強的全副武裝軍隊 一出來便殺了 州長軟弱無能 你再不出軍隊,我派他來 用這種方式 很明顯這種方式會刺激起國內的種族矛盾 美國的種族矛盾 其實有很多歷史因素不容易解決 所以可能現在 特朗普共和黨內部都未必個個認同 所以才有些大佬 可能跟國防部長叫什麼 我都不記得 你都要出來表一下 差不多跟特朗普劃清界線 所以我認為 我這幾次都說特朗普贏的機會多 現在我都擔心他贏不出 最新民調也有些落後 如果真的輸了 股市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其實大家不要想著 特朗普輸了 中美關係有個大是大 現在還不早 現在差不多 我的理解 始終在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轉變 不是單單是特朗普一個人促成 他們整個的國策上 對中國的轉變都會轉變 即使特朗普輸了 都未必中美關係會突然更好 沒有更好 有人用經濟的角度去分析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改革開放初期 美國有資金有技術 中國就有廉價勞動力 大家就一拍即合 這段時間拍攝的時候 有資金有技術的美國企業 都沒有得益 有勞動力的美國人民 全部受損 因為大陸生產 他們沒有機會 工資又沒有得加 生活又越來越退化 整一下整一下 現在中國又有資金又有技術 因為全美上下都覺得中國害他 所以沒有得盡 中國都是釘死你了 詩先生 你講起資金 近來我看到新聞 調查發現應該是美國商會 有資金或商會 或公司未知打算離開香港 浩德在金融市場 有這麼多嗎? 他認為有三成是考慮 八成是擔心 這純粹是所謂調查 不是真金白銀 浩德在金融市場 有沒有見到外資近來的變化 但會不會港股有些不同? 這段時間大家很擔心走資 我也做過少少研究 亦有不同的人說過 其實我覺得港股走資壓力暫時不大 我看兩方面 第一,港股還是偏強 星期五早上 如果大家留意金管 要接貨 在7.75個強方保證 今早又買了10億 當然是短線原因 因為現在有些IPO 所以資金比較緊張 但你整體看到 其實港股的匯價其實沒有動 大部分新聞上 去吸睛的 好像一些軟期調期偏高了 以前我也解釋過 有些還說兌換電 有人去找換 兌換電經常都找換 那些很少錢 那些不是大規模的錢 那些是現金 始終會動了 可能在這段時間 因為風高浪急 有些基金去投機一下 但整體的資金流向 其實並不是出現很大的漏走 以你接觸行家 比如基金行家 或者基金經理 有沒有分配比例上 在港股或中港股票 近來有些不同了 當然 一個比較大的偏好 都是買多些中國經濟相關 香港經濟相關 可能就會有些調配 但實際上中資概念股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運行 我除了跟他有些合作之外 還有一個以中國概念的對沖基金 他們都試過去歐洲路演 去美國路演 這幾年前 都沒有人出現 因為中資概念已經不停止很久 施生的觀察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變化 都是匹配 幾年前已經沒有人買中資概念 中國概念 美國的資本 透過投機金 來了很多大陸 近10年 變化了中國是敵人 所以已經撤走了很多 所以這段時間 為何不拋售壓力不大 沒有什麼持貨 一早都賣光 那怎樣拋呢 當然你可以借貨拋 借貨拋風險大 相對不太看淡中國的情況 或香港情況 會否投資市場股市 可以有很大的成福 我相信他們現在都是看淡的 如果我了解 過去五年 大部分美國的Active Manager 他們對於中國的配置 都是Below Bench Park 通常會跟MACI的比例去分配 大陸近五年都是Underway 所以如果他們回來 當然很厲害 股市很厲害 上一次回來什麼時候 上一次可能是2007年 是政治不正確的 例如美國出了很多Paper 對中國的策略部署 那些全部都說明 國家的政策在中國間減少投資 制約中國發展 作為商人 即使不積極配合 都不會跟你唱對台戲 所以我自己判斷 接下來外國在香港的投資 會增加得很慢 是不是撤出 就看現在他們做到的生意 有沒有盈利 所以香港一定要對外資 有一個公平待遇 讓他們覺得在香港的營商環境 令到他們有機會發展 才會流下來 在政府的政策上 一定不會配合 即是說美國政府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是辛苦的 香港接下來一定要重新定位 重新找出路 如果不找出路 你看現在基本上 零售業、飲食、旅遊、服務業 全部都在萎縮 如果沒有金融中心的角色 越來越少 有些業務都可能受影響 當然現在很清楚 他未曾大規模撤資 大規模撤走公司 但是美國政府的政策 是希望令到少些西方的資金 進來香港投資 這是很明顯的 投資的 看看有沒有辦法引你走 你肯走 如果你在大陸撤出來 給錢 你給地理 你給裝修費 可能又有稅務優惠 這些事情他們是會做的 所以對香港不是說沒有影響 我認為香港樓價的說法 就是使用價值在樹上消散 交換價格上升 因為經濟不好的時候 那層樓拿來用的時候 產生的價值當然沒有那麼好 你的舖銷售對象少了 零售業差了 舖銷售的使用價值當然下降 但是因為錢很多出來 不是說樓價上升而是銀子貶值 所以香港樓價可能還是上升 變成交換價值的上升 使用價值下降 這件事是否背市不合理 甚麼令到它合理化呢 就是利息下跌 利息下跌之後 大家接受低一點的回報率 變成價值上升 租金回跌 都沒有甚麼所謂 你做其他都是這樣回報 你全錢的銀行都沒有甚麼利息 變成不合理的使用價值下 都還有高的價格 所以這個解釋了 經濟都頗差 但樓市仍然是折折上升 先生,你提到中概股的概念 雖然中概股說很多年沒有運行 但我們上次提到中概股 例如是美團點評 其實這個星期創了歷史新高 市值逼近9千億左右 市益率非常高 我知道你有賣度 會否都跟觀眾說 你怎樣看這個現象 或者美團點評這個股票 是否真的有點危險 我自己覺得 當然我們不是近期才買入 我們之前一段時間 其實已經開始買賣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這些失敗持股 早幾個月已經是我們比較重創的股票 我覺得這些公司 尤其是在大陸的朋友更加熟 其實在大陸本身已經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企業 當然他之前的問題 大家都害怕 其實施生之前都擔心過 一些所謂新經濟的公司 其實大部分早期都不容易計算 大家覺得他盈利能力是未夠清晰的時間 其實就不容易放心 而且都不是每間都會做得好 可能10間裏面 有9間都捱不到出頭 可能美團就是其中一間 做得成功 我覺得其實現在在大陸的經濟發展下 都是有這樣的偏好 很多人去上勢創業 市場很大 現在的演化都是用了新經濟快速去建立生意的模式 我想他們這些能夠跑出來 其實他們的市場影響是高的 亦都能夠轉化為利用人 其實美團一個很主要原因 股價上升得這麼好 其實就是由一個銷子的階段 轉化為已經可以賺錢 那些人實在說 今天大家都覺得他很好 就覺得現在每一天 他做外賣是二、三千萬單 每間就賺你一毫子 如果他明天就可以加價 變成賺你兩毫子 那他的營利就得到 以前他生意好 其實他有補貼的 他有補貼的食肆 又補貼的送外賣的 商家都補貼的 另外你去吃的都有補貼 鐵錢來做大的生意 增加市戰率 成為有一個壟斷性的地位 整整整它有壟斷性地位 他就有話語權 有遊戲規則的定立權 收費的標準定立權 他現在開始收費 開始收費 當然先向食肆收費 因為食肆要依賴他 才有客人來 當他向食肆收費 收到差不多 食肆頂不頂得順 如果食肆頂得順 就要靠他做Marketing 做送外賣的成本 其實是便宜過食肆自己做 他才有增值 如果發覺原來他要收費很多 才能維持到他的服務水平 這檔生意都是無以為計的 原來你要收費這麼多 收費是節省的 當然現在的估計 他全國都是做 他控制客員 他差不多有七成 獲客的能力 他比你自己去做宣傳 所以他現在就靠規模 他能夠替食肆介紹到客戶 他有這個能力 但是現在的送外賣 其實都不便宜 我聽過那些送外賣的工人說 平均一個月賺百千到一萬 但是前一輪 中國有六億人 第一千收入 或以下 我自己覺得他現在成功的地方 就是揮低了行家 現在沒有100度外賣 餓了摩 餓了摩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市場 美團現在就是七成 他現在建立了這麼大的市場 他還可以做很多衍生的事情 最近他說什麼呢 做了付款 大家都知道 付款是這幾年大家看得很好 無論是支付寶 無論是騰訊支付 都是很厲害 其實他都開始染指這個地方 所以他不單止做外賣 是靠規模不斷擴張 然後入侵其他領域 不過我相信兩位嘉賓 可能對新經濟的看法 都有點不同 整體來說 今個禮拜都一如預料 股市是向上 美元亦開始悶下跌 的士在美國的情況比較暖 美股都是創新高 或者接近創新高 究竟股市會如何 大家密切留意 C基金的網站 浩德其實每一天都會和大家做直播 解剖它怎樣去交易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 也可以在C基金的網站留言 其實我們可以回答大家問題 關於股市或者經濟方面的問題 今天的股壇事件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兩位嘉賓的意見 大家記住下星期再收聽 感謝大家